可能未必有美衝敬得那么高兴 什么叫做充敬得那么高兴 我见最近很多人说 追金融股底 是的 我觉得短线是OK的 但是我觉得不是整年的主题 刚刚也有人在chartroom留言 Alan Ting就说 问Andy会不会改变对联储局加息的看法 他说加息月期增加之后 美国银行股今年会不会继续跑赢大市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有些人对银行股比较乐观一点 你详细再说一下 如果是这些加息的看法 你会不会改变 以及银行股又怎么看 其实先回答后者 银行股的看法 其实我们会说 加息通常是银行股的其中一个引擎 第二个引擎就是要看经济复苏的程度 或者叫做发展程度 其实这件事是apply在不止只是美股 就算港股那些银行股 我们通常会这样看的 息差或者是息率上升 最近开始出现的 但是第二件事就是 究竟经济复苏 或者经济增长 有没有市场想得这么快呢 这个只可以逐步看的 因为 2022年 我们相信最少头半年 可能大家都还是要被动一点点 就是看着那些变种病毒 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 我觉得金融股可能短期叫做好一点点 但是都是那一句 我不觉得整年可以跑赢的 尤其是如果我就算当我们看错了 原来联储局要加四次性 其实如果它加得急 其实可能后面反映经济另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不会只看加息多时快还是慢 就代表金融股一定是好还是不好 反过来 如果你说只是去倒加息的速度 那些预期 其实可能你自己去找些东西 就是创造一些资金 去买价值 可能会更加离得干净的力量